好,我们来看一下安兔兔的一些朋友的解释 我们打开TUG9X 接着呢,我们在那个应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,在应用这里 点击应用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安兔兔的一些软件评测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4.4.3的那个安兔兔 这4.4.3的 4.0以下的安兔兔都没有那个4.4的一些插件 安卓4.4的插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运转情况 刚才跑了一下 大概跑的是4026分 而得分的一些详情 也可以看一下 OK,这个是一些得分的详情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设备的一些信息 就说过9X的 是在4.4.2的形状下面去做的 是在视网磨屏 然后是MTK的8392 8核 而它现有的时钟频率是从728到1664 它的峰值能够极限跑到两季去 8.450的MP4 好,这里都已经有详细的一些参数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排名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排名 我们这个芯片远超现有的三星的Note 3 它好,这个是一页小时的 所以说它是1团值的